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叫做安宫牛黄疫 它的名字叫安宫牛黄疫迪心通 其实它就是可以给大家 好像安宫牛黄院那样放在家里 用来做旁身 用来放在家里振扎用那样 因为其实安宫牛黄院它本身来自清朝都有 跟眼药水一样都有二百多年了 是因为吴谷通那个药厂的瘟病调变 那个配方 整一个配方 目经眼药水就叫目经大成 它就叫瘟病调变 就在清朝乾隆就救了 因为瘟疫里面救了几十人 所以声明大震 由十二味的中药组成的 当中就有两味叫红黄和珠沙 就有一些水银的释放出来 所以就不能够长期吃的 就只能够连续最多吃三次而已 一个月一粒 连续吃三个月 之后就要隔很久才可以再吃的 那我们这个滴心通 安宫牛黄液 其实它就好像安宫牛黄院 其实主要的成分都是牛黄 牛黄在中医来说 都是清热解毒 通心经、通肝经 可以亦都是温病、冷病 冷热病、温热病 都可以去 譬如有时候有些头晕、心矮 心跳、经常发冷 有人很生气 热底或者冷底出来的那种 或者头晕、面变肢 或者中间胸口的月位痛 这些是突然之间有时候会发生的 可能中暑很多原因 都会突然间有这些问题 而它是可以 用来一即刻把安宫牛黄液 即刻倒半支到肋里面 即刻饮用 就可以即时通了心经和肝经 就可以即时有保命作用 而且它比安宫牛黄院 就更加有两样不同的特别之处 就是因为这个敌心通 它可以是液体的 就不需要 譬如有时候可能那个人暈了 或者都可以马上倒入肋里面喝 如果你是软 你要撞碎它 来喂它就更加困难 另外就是它没有那种 那两种毒药 还有它是那个牛黄 其实安宫牛黄院最主要就是牛黄 因为它那个牛黄 我们这个安宫牛黄液 那个牛黄是中医药典里面 安宫牛黄院的三倍来的 所以它那个清热解毒 梁肝 通心经 肝经 是功效更加大的 那所以其实 摆在家 真的是 刚才我所说的那些问题出现了 就即时倒半支 那因为它也有效期的嘛 那如果去到差不多 接近一个月有的效期之前 你就可以 每日滴 每日滴两次 每次滴十滴 因为它有五百五十滴的 滴到一些热水 到九十度的热水 因为它的浓度是很高 你倒下去之后呢 等它凉一点 立即喝下去 就可以做到保健之后 就不要浪费了它 嗯 是的 这个就是那个 安宫牛黄液的好处 我们未来 这个产品都会在市场上 都会大推 嗯 即是不许家电害去买 是的 有的 其实现在有些朋友来买了 但是他有些可能 不是很明白 所以就 再解释多一次 是的 特意说这次再 简单说一次 就是 不是说很强力地说 那眼药水呢 那眼药水呢 其实最主要再提一提大家的 嗯 因为这个木鸡眼药水呢 距离6月1号呢 就会正式升价780元的了 OK 所以呢 现在这个月呢 仍然是580元 是最划算的时间 如果大家真的有些 那些用国觉得很想介绍给家人 特别是母亲节 父亲节就来 想送礼物给爸爸妈妈 眼睛明亮 这两个都是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礼物 母亲节是星期日 是的 父亲节下个月 那你可以早点避敌 就是眼睛 心脏 保健预防 都是很紧要的 所以就 提一提大家 就是这些眼药水就是 嗯 是的 那到时还可以有个抽象 是 那今天 就是一样 跟上一次一样 都是会 大家留心听 节目 都问一条问题 最快WhatsApp 481 1079 答到正确答案的网友 十三位都回来 也都会 每人就一枝 木鸡眼药水 就是 希望大家就留心听了 今天Veta 你会介绍 哪一个地方呢 今天就想讲 之前讲的太多 东北 西北地方 讲很多西北 我今天主要想讲一个 其实我很喜欢很喜欢一个山 是 王山 哦 王山 是的 五岳归来 北汉山 王山归来 北汉岳 这个就是 明代的徐霞克 特意去 讲到 他这个王山的好处 嗯 那我们 来了 我再上去 现在这个呢 其实王山呢 他在位于安徽省 安徽省呢 其实他叫苑 那其实呢 他是在中国的东部 南部 内陆的一个城市 那他呢 其实是 大概六千万人左右 那就是江苏左手边 是的 江苏左边 即是华东 三 华东这么多的省里面 他是第三多人口 嗯 还有他 是人物自然风光 都很丰富的 嗯 那因为他有长江 是 在横瓜 整多 所以他的 水土文化呢 都是很好的 整个安徽省 那么他的省会 就是远 就是远 那这个呢 王山地图 可以回回 刚才那张 刚才这张照片呢 就是黄山的地图 咦 登上光明顶 是啊 不是那个光明顶 波斯明教的光明顶仔 在西北那边 不是这个 在昆仑山脈那边 嗯 这个呢 其实就是 这个呢 其实黄山呢 就是地图 其实他黄山呢 有分前后山 其实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黄山呢 其实黄山呢 是由三十六个大风 三十六个小风组成 其实他有前后山的 就是七十二个风 是啊 七十二个风 它本身是花光岩来的 它黄山其实的特点呢 其实呢 它是奇虫怪石云海温泉 这四样东西呢 是黄山的四绝 嗯 而黄山呢 有分前山 前山呢 就是玉坪纜车那里上去 跟着呢 玉坪楼那里 那个天都风 那里就是前山 嗯 然后呢 就由前山 经过就是 莲花风 然后再走过那个光明顶 跟着呢 再过去呢 就是后山 那里呢 就是北海西海 景区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景 这些黄山呢 即去到五一 那些应该会爆山 很多人 有些人说晚上露不回来的 是啊 我看到呢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 他们是前山很赶的 是 我很喜欢呢 就是我以前做领队的时候呢 是前山住一晚 后山住一晚 有两天呢 会看日出的 如果在前山看日出呢 最正就是走上去莲花风 一早走上去莲花风风顶 嗯 莲花风是整个黄山最高海拔地方 嗯 1868 1864米 在那个最高峰的位置 看那个日出呢 全部一览无为 都是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的 嗯 因为一般呢 看日出是这样的 如果有些住 譬如好像内地团 或者其他那些呢 他们是前山上 跟着呢 就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后山住一晚 有些甚至不住 立即下山 其实是浪费的 嗯 然后呢 如果你后山住一晚呢 就在排云楼那里 看那个日出 哇 一早起床 你要跟人家斗早起床 基本上呢 即是爆位 即是四点可能要起床 是 可能三点多四点你要起床 然后呢 立即 准备吃这些热鸡蛋 然后就冲出去 然后爆位了 否则你看到整个山后 都是人来的 是 那个后山的地方 因为是后山在排云楼那里 是最出名的 看云海 和看那个日出的 但是反而你在前山呢 是一望无际 还有你可以上那个最高峰 全部的山在你脚下 那些群峰看到 那个日出是很壮观的 是啊 那这里呢 有三条纜车的 一条呢 就是云谷纜车 就是前山 一条就是后山纜车 一条就是太平纜车 太平呢 就是去九华山的 嗯 我们今天都会很快地看那些照片 都会去九华山 很棒 九华山 地藏菩萨的道场 是的 可以继续看了 下一张了 那黄山这个就是奇峰 由三十六个大峰 三十六个小峰组成 那黄山呢 其实它是花江岩石为主体的 那其实在四亿万年前呢 它是一个海洋来的 那二亿万年前 因为那些造山运动呢 它就成了一个陆地 成了一个陆地 慢慢因为造山运动 和印之的板块移动 那些摺曲山呢 慢慢形成有这个奇峰的景观 嗯 而它这个呢 黄山之所以奇特之处呢 就是它的岩石上面呢 有虫树 嗯 所以看奇虫 奇虫 就是它其中一个特色 山上面有虫树 虫树上面呢 之后又有云海 又有温泉 其余的所有山都不会有 同时间有四样东西 所以是很特别的 哦 看到这张照片 右上边那些人 都是这样走的 是的 它全部经过一些 其实它的路影铺得很漂亮 哇 卫高人有没有麻烦 它有个地方 稍后看到下去 那个西海峡谷那边 哇 很险要的 那里很险要 稍后看到会有照片 是的 这里就是玉坪楼 玉坪楼就是 如果前山一登岚车 走大约十分钟 走到一个酒店 四星酒店 是什么 是的 那些全部是花江岩 黄山呢 叫做伊山 是因为 它第一叫黄山 有两个原因 就是它的山峰 是青黑色 所以叫伊山 我们亦都叫黄山 第二 就是因为相传 这个是传说 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嗯 天元皇帝在这个黄山上 练担 所以因而得名 叫黄山 哦 因为天元皇帝在这 其实就在这个位置 其实它已经有三棵 在这个玉坪楼那里 迎客虫 就是整个黄山的标志 送客虫 陪客虫 跟着呢 还有在这个地方 再挑望呢 就是天刀峰 就是三大 它三十六个大峰 三十六个小峰 第一最高峰就是莲花峰 一千八百六十四 第二高峰就是光明顶 一千八百六十 第三高峰就是光明顶 第三天刀峰就是一千八百一十米 在这个玉坪楼就可以看到天刀峰 天刀峰最险要就是质虞背 还有有一段呢 就是在这么阔的地方走 两边都是圆崖 那条路都这么阔 是 每个高呢 只有这么高 其实它上面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其实是这么高的 就是它这么高度 下面有一些石 有些链 然后你站上去 两边就是斜下去的圆崖 就是在圆崖 就是握着那些链 没有链的 没有链的 那些链很矮的 其实是低于半腰 你站上去 你下面就是山 人多的时候不太大 对 旁边有人 我想走不了 要大家退后避 是的 那个叫天都锋 真的很险要 是很正的 因为呢 其实它黄山会封山的 当它开莲花封 就会封天都锋 开天都锋 就会封莲花封 所以其实黄山要去两次 还有黄山的冬天 雪景也很美 不过呢 它的云海 其实它黄山一年250日 都是那个 都是那个云露 好 这个就是奇风 再看下去了 有没有试过 那些人刚才的情况下跌了下去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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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档山 那些人整个钟笼 不能回去 是啊 如果你有意外 你真的塞在上面 走不去 不可以说笑 真是很大件事 真是 这个就是营塔虫 这个就是玉坪山 天下第一虫 在玉坪山 因为它是破石而出的 其实在岩石之间自然生长了 那些虫树很有暗力 好像代表了它整个黄山 这个就是营塔虫 好漂亮 这个是营塔虫 营塔虫 营塔虫 是的 接着另外 还有很多 这个就是 那个 探海虫 探海虫就是天刀蜂 侧边 侧如背 很险要 背脊上面 隔离一个山峰上面 你要走天刀蜂 你就看到 直接那些虫树 好像探在云海里面 探在那些风海里面 它探的海 其实是探云海 是的 探海虫 其实黄山有十大名虫 分布在整个黄山 前后山的景区里面 这个是猴子观海 这些怪石来的 即是一只猴子那样 是的 好像猴子那样看云海 它这个地方一看下去 就是云海 在北海那边 接着这个就是 虫树跳天刀 就是我们在玉坪流的位置 你会看到 上面这个石上有个虫树 这里上面就是 天刀蜂 它就是跳上去天刀蜂 嗯 这个就是很多怪石 那些蜜都很深 是的 很深 全部都是花江崖 这个就是云海 其实为什么会有云海呢 其实很多山都有云海 但是这个云海的特别之处 就是它在山的下面 那些风的下面 还有又有虫树 又有山风 又有云海 是很特别的 嗯 因为云海呢 它为什么黄山那么特别呢 那些云海 因为其实黄山有1800多米 它的山很高 那些深谷是很深 那它呢 其实属于就是 热带海洋性气候 那它呢 很多 因为有很多植物 那些虫树有很多植物 那所以呢 那一有阳光那些空气蒸发了 就会在山风那些中腰的位置 就会形成一团团的霧气 所以呢 其实黄山一年有250日呢 都是云暮日子 那也很湿 是很湿的 是很湿的 天气变化得很大 就是说呢 你有时如果霧大 你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突然之间 又可以变成云海 一层一层 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那么漂亮 它在一些山风下面呢 是很壮观 嗯 是的 这个就是它其中一个 云海了 就是《特别之传》 你看它全部在山下面的 很漂亮 真的很壮观 哇 还有些好像潔潔的那些 是啊 我那次呢 试过大团呢 全日落雨 全日都是霧 全都是什么都看不到 身受不结五指 我向前望呢 我都看不到这手指的 是 跟着呢 打算大锅 带着一些团友 那边都欺負面 然后一难得去 一照黄山 全部欺負面 之后 我说不会的 黄山呢 一个一个山头呢 那个景是完全不同的 嗯 我们由前山走到后山 去到 总之一日有 全日都是成日云霧来的 整日都是 只有霧 什么都看不到 你说看石看虫 哪里都看得到 尿影都拍不到 全部都是霧来的 神价霧 是啊 全部都好像 周围的目标 好像都没睡醒 那样的感觉 之后 去到四点多钟 去到排雲流的地方 即北海那边 嘩 接着之后 那道友即刻 快点过去看呀 我们酒店都没入 即刻 快点过去看呀 好壮观 好多人排上去看 嘩 全部一层层的云海 就是在排雲亭的位置 全部外面都是云海 嘩 壮观得不得了 是美得不得了 接着之后 全部团人说 今天就是为了看这一幅相 哦 就是这一幅相 就是最值得了 都值回票价 其余那些山啊 那些松树 什么都看不到 是 什么都看不到 旗石什么都看不到 是 以后再看 所以都要看运气 是啊 看运气 但是它一般来说 就是一月至到六月 嗯 二月至六月 一月可能都没有那么快 就是春天 冬天尾春天头 二月至到五月六月之间 就是看弘海最佳季节 嗯 是的 雪景都很漂亮的 那这个温泉 那其实 其实五岳呢 其实都有一些 很出名的诗人说的 他就说 其实黄山和其他的五岳 最大分别就是 就差这个零西一点泉 因为呢 黄山下面 因为他山上流下来的泉水 是全部可以喝啦 可以洗澡啦 可以医疗的 还有呢 他呢 在八百多米的山下面 山谷下面 才有个温泉的 他们叫汤 多呀 很多人泡的 就是有别人啊 他有些是独立池的 OK 但是多数呢 去到都是一围一起泡的 就是有没有那些 我订阅那间房是自己的呢 好像温泉 我以前的年代是没有的 是 我想可能现在会有的 嗯 都隔了成十年了 是啊 十几年了 我没有去黄山十几年了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我没上过天都锋 我真的很想上天都锋 有哪个泉 刚才有玫瑰池 有很多 有几十个的 那他本身温泉呢 他长年都是四十二度 他奇怪的奇怪 就是他那些池是不会干的 因为其实全部都是地下滲水出来的 嗯 山上面涌下来 地下滲水上来 所以长年都是四十二度 嗯 是啊 云海 日出啊 好美 好美啊 真的很美啊 好了 这个就是那些黄山的 奇形怪状的山峰 很多不同的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女人来的 这么大的 是啊 这些全部都是那些岩石啊 不同的山峰 全部都有不同的景色的 你说他似什么 他是似什么 你说他不似什么 他又是似什么 是啊 哈哈 这些全部都是 譬如好像 有那些全部下 它有 有棧道上去的 上山峰上面的 有栏杆啊 这里看到 是啊 有栏杆 其实就是走着栏杆 然后上去那些花江岩 有一些要爬的 就是只有部分 就是少少是没有的 其实它 大部分都是一些山路 好像行山那些山路 很漂亮的 这些道路 这些道路 这个就是侧如背 就是得这么高 真的 你就看一下 两边全部都是山 这个就是侧如背 刚才我跟你说 那里 位高的 真的不敢走 这个 这就是侧如背 但是侧如背 上面 因为这个是光明顶 这个是光明顶 这个就是第二高峰 但是这个光明顶 就不是明教波斯的光明顶 嗯 这个是一个气象站 那个圆咕嚕的波 是因为要预测些天气 让人知道 很多人上去的 因为黄山是1990年 是世界被誉为 商物质文化遺产 自然景观和天然文化 两样景观来的 商物质文化遺产 可以走过了 这个就是西海峡谷 就是说那些棧道 沿着棧道走 不过是石来的 你放心 不是木来的 石来的 只不过你可以向下看 石来的 全部都是石 不过你向下看 全部都是圆崖来的 哇 都有一些牙烟 都不会的 都是石来的 其实它是西海 应该是十几年前最开发的 最后开发就是西海 它乐园时线不线吗 都滑的 但是我看到那些行山 很厉害的 穿着高跟鞋走的 高跟鞋? 是呀 高跟鞋上黄山? 我都明白它怎么走黄山 但它又不跌的 很厉害的 高跟鞋走持云山也不行 走持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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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又不跌的 又不跌下来的 很厉害的 这个真的是怪石来的 怪石之一 是的 这里是齿顺峰 齿顺峰 就是北海派云流 走出去望的地方 嗯 接着这个就是 相传就说 那个松树已经死了 就换了另一棵下去 这个叫做梦笔生花 哇 真的突然突然一棵 是呀 在鞋顶上 好像一枝筆 筆尖的上面 筆尖上面 生了一个松树 叫做梦笔生花 也是十大景来的 在黄山 好像龟头上 生了一棵草 但也很漂亮 这棵草不是很大的 遮不了 保护不了 这个就是排云流 就是在排云亭 这个就是 外面就是有个排云流 就是酒店 接着走出来就是 我就是来到这个位置 就是看到 最美的 可能十年难得一见的 云海 就在这里看到了 这里看出去就是 刚才像顺顺峰那些景 嗯 这个就是云谷的纜车 它有三条纜车 这个就是太平 去九华山 这个真的是纜车 好像一百人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是 六个人一个兜 就是我们山顶 对 这个山顶纜车 这个就是去太平 就是去九华山 这个就是年轻的那条纜车 嗯 前年轻的都是六人一个兜 但它没有最原始的那一只 就是这些全部都有盖 有盖的 最原始的那只没有盖 很高的那些 吊着 吞吞吞吞吞的那只脚 凌空那些很害怕 一定不让你玩那些 你肯定不敢上 宁愿走上去 也不敢坐上去 不上去 你知不知 你看到下面是 一千几百米的高度 哎 你一跌下去就立即不怕了 那我们刚才就看完黄山 这个呢 也是安徽另一个文化遗产来的 是文化遗产 这个呢 叫西帝宏村 西帝宏 这个宏村呢 其实就是保存了最美的 名称时代的建筑困 这个村呢 其实在宋朝就有了 是姓汪的一个族的村来的 姓汪 拍戏都经常在那里拍 是啊 大陆的人民币呢 其中有一个景就是 拿这个宏村的 嗯 是 他这里呢 他本身这条村是没有水的 直至到去到清朝呢 应该是明朝 才呢 他重新 大规模地改过 那村的建筑三次 第一次就是起村的时候 就是宋朝 第二次呢 就是将那些水 引进去每一家每一户 然后等他们可以有 就是他有一条河流 在那里流川的 在屋旁来的 就是等他们每一家每一户都有水 因为他本身距离的井很远 就是 这个就是那个宏村 那个 还多不多那些原居民在那里面 多的多的 汪里面全部都是 就是汪阿姐的汪 是的 汪阿姐的汪 这个呢 就是另一个 唐月牌坊群 是精致牌坊来的 精致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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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讲一个历史 一个女孩的 那个丈夫走了 怎样精致都继续 持住那种精致 有七个牌坊的 或者有 一个牌坊 是一个女孩的 一个女孩很多 一个女孩 说了七个牌坊 她有七样精致的东西 哇 比如这个 追求他他都不要 或者这个 他有钱佬送礼物给他 他也不想 他又不理他 是 很厉害的 用来拍戏 是 很多人都在拍戏 这个呢 就是团溪路街 就是黄山市 因为现在呢 其实玩黄山呢 通常四五天都行 那就是 因为有深圳 或者香港有直击 我以前都 十几年前 都有直接飞去团溪的 香港可能夏天才有 旺的时间才有 直接飞去团溪 这个叫团溪路街 即是黄山市 后来要 这个就是他们那里的 古建筑 嗯 都是 即是很故事故鄉 亭台流角 但其实都很商业化的 对 就是全部都是 都是卖的 卖东西 就是要买都不在里面买 一些游客 就是剁一些游客 嗯 好像妙街 这个是太平湖 很漂亮 这个就是过去九二三 会经过的 这个是太平湖 哦 旁边那些 就是村民的屋来吗 是啊 它是一个别墅区来的 哦 别墅区来的 它这个太平湖 是住 它是因为有湖 有别墅 这个买很贵的 这个 以前就买很贵的 这个就是九华山 山上面的景色来的 九华山 其实它本来以前都是海底来的 都是一些岩石 花江岩 都是因为做生运动而形成 不过呢 它加起来 韩国那时有个金的王子 就过来 就在这里 传扬佛教 之后呢 大家就觉得它的样子 好像地藏菩萨 于是就说它是地藏菩萨的化身 因而呢 这里就变成了地藏王菩萨的道场 嗯 四大佛教营山之一 这个 应该 都很多佛教徒去朝圣 是啊 很多 另外还有就是观音菩萨 普陀山 嗯 接着另外就是五台山 就是文学菩萨 俄眉山 我之前去过俄眉山 嗯 就是 普贤菩萨的道场 那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来的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的象 你在山脚下的那些字廟会滅望到的 它另外有一个呢 全个 亚洲最大 九十九米高的地藏菩萨的象 嗯 嗯 那那个是在山脚下 就会看到这个象 九十九米高 樓梯又 都 有很久走 是啊 走上去都是气喘喘 嗯 接着呢 但是你上去呢 它那个天台正顶 看那些大爬丁银石 看那几个字丸 它有个四个很出名的字丸 嗯 基本上呢 是朝拜的必去的字丸 即九华山四大字丸 是的 那四个字丸 之后 就是要搭纜车上去的 这几个字丸 就是这个是化成子 就是其中一个门口的第一个字丸 就是其中一个门口的第一个字丸 那这些 今次的这些藍车是哪一只藍车 呃 都是一个兜 百岁公 嗯 接着这个呢 就是紫园子 紫园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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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四个字丸 就是这些衣衫而见的 很漂亮的 这几个字呢 就是整个 呃 这个 九华山里面 最主要的四个字 每个字之间距离不远 不远的 不远的 就是很快的 呃 十几 半个小时 十几分钟就到 有些近一点 就是搭这些纜车 这一只又 不同一点 是 是 好像衣衫那样上的 这些是稳定一点的 你感觉就 刚才那个呢 就是天台正顶 是 然后呢 在天台正顶上面呢 就会见到一个大鹏听鸣石 大鹏是那些 好像鹰那些猪子来的 嗯 就是上一幅图的那个画面 是 你会见到有个好像有个猪子 衣服在一个山旁边 然后就是听着 地藏菩萨讲佛经 嗯 那样 凸出来一个 就是叫大鹏 哇 这个就是大鹏听鸣石 是 是 是 我真的像 所以九华山 其实它一次过就可以 因为九华山 距离大概都是三个小时 距离一辆斜 在中间经过那个湖 然后就是 其实 如果有多些时间 有六七天 就可以两个地方一起玩 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它那边 去了王山 去了精折牌坊 云村 跟着精折牌坊 跟着九华山 嗯 四个地方 是的 四个地方 但通常旅行团就是王山 跟着就是宏村 嗯 唐月牌坊群就是家 宏是哪个宏呢 唐月牌坊群 就是七个牌坊那里 唐月牌坊群 OK 这张照片其实都挺好 其实王山是值得去的 我本身很想今年再去王山 因为我很久都没有去过 其实王山的人物景观 都是很正 嗯 是的 那今天的问题是他问 去王山 有四样东西 要去看的 第一样是寄重 第二是怪石 第三是文海 第四样就是你说五岳 他有没有 是 是 是 那样是什么呢 那大家 那大家 都是被 需要不需要 被人选择ABC 还是直接都答到 我本应该 王山都答到 直接 是 WhatsApp去 84811079 84811079 最快那三个 那十三位他认证了 那便会 分别有一支 那就是 木经 暗若水南 说一次了 那四样东西 其中 怪石 那第三 嘟 第四个就是云海 第三个 给多一次的贴士 那样东西 就是你会 你会濕身的 那 那 那 其他五岳没有的 那 那 这个 你觉得这个 会不会太难 是吧 是吧 那些东西 给他们选择 是 嘘 又不可以做 我完全不知道 我不再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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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浸的 他要浸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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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去得多那些自然景 現在走一山 走一山當然不要再走一山 再看看其他東西 看旅行好嗎 也好 去東北好嗎 好 下次就去東北 去看山東妹 看大連妹 也好 即是大連、吉林 山東那些 哈爾濱 下次你會選去哪裏 聽到我也想去 今天就差不多了 拜拜